王牌部队删除肖战戏份 引发了超高的讨论量 但是有细心的观众发现肖战扮演的顾一野戏份被删减了不少 有些镜头明显不连贯 看起来很奇怪 比如澡堂打架那里 剧中不给画面 就只给声音 还立马跳过去了 顾一野的手臂受伤 绷带立马就缠上了 也是一闪而过 甚至顾一野额头突然就受伤了 都没交代原因 这些地方让很多观众看的是莫名其妙 但其实这主要还是因为该剧要过审的原因 大家都知道 现在电视剧审核是非常严格的事情 暴力血腥的镜头是无法过审的 剧中故意野的这些戏份 就包含这些因素 所以为了过审 就将一些少而不宜的镜头给删除了 还有一个原因是 为了剧情更加紧凑 不拖沓 现在的电视剧对于急速和时长的要求都是有限制的 为了达到标准 剧方不得已删除一些镜头 也是不可避免的 这种情况在很多剧中都出现过 有的剧为了剧更紧凑 甚至把一些不起眼的小角色戏份全部删除完 虽然这样对于演员很不公平 但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虽然顾一野的戏份少了很多 但这并不影响观众对这个角色的喜爱 角色的魅力在于自身 而不是戏份多少 有的演员甚至只在剧中出现几分钟 就能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这主要取决于演员对于角色的诠释和自身的魅力